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其实是10月31号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这是过去的蒋公滥城 那现在呢 现在它其实是我们的农民决 我们有看到政府对农民 做了怎么样的感念 没有 台湾农民是一群非常可怜的人 为国家牺牲献命 小幸不死 结果受到这样的对待 尤其在蔡正如里面 非常明显 今天是很多节庆 但是 今天 上午最大的新闻 其实就是赵腾雄他们被起诉 赵腾雄被起诉在医药之中 里面被起诉的人最明显的 最有名的就是李肃德 前财政部长 前台北市财政局长 他的老板都是马英九 为什么求刑李肃德10年 因为大纪案 土利赵腾雄 然后 换后态度不佳 其实这是台北地检署 求刑李肃德 并不是真的针对李肃德 针对的当然是马英九 台北地检署 其实是怎么样的打索 大家也很清楚 你如果长期听我节目 我们这次司法改革 蔡英文开了 司法改革最要改革的 其实检察官是很重大的一部分 检察官如果求刑李肃德10年 那敢不敢 检察官自己出来发个重视 如果将来李肃德没有被判刑 我自己辞职 然后我被关一年 你要 你要让别人关10年 你说你证据确凿 把人家搞个5年10年 家破人亡 然后你最后那个人没有事情 结果那个人无罪 检察官也没事 人家要花多少薪刑 来为这个官司来 来证明清白啊 司法最大的问题就是 检察官可以为首亦为 而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检察官你看 每天都在 尤其台北地检署 那根本不用讲 我喜欢韩国瑜的位置 因为他在台北农产营销公司 段仪康说 段仪康是新潮流大将 哎呀那有问题 最大菜重就是台北农产公司 哇检察官就去查 查了半天 韩国瑜也被破走路了 对不对 他出来嫌国民党主席肉贤 后来去当高雄市党部的主委 现在在那边奋斗了 那我请教一下检察官呢 我请教检察官呢 你们每天让媒体拍桌 你们去搬走多少资料 这个有多少弊案 我请教一下 在哪里 在哪里 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有多少司法人员 帮政治人路在跑龙套啊 起诉李速德 会不会有事 以我的经验来讲 到最后三省 绝对是没有事 以我的经验啊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意 那他用意是要干嘛 要针对马行九啊 所以你今天看那些报纸啊些 哎呀马行九密会造成熊 马行九有什么密会 苹果日报当然是恶劣了 那其他那些绿色报纸更不用讲 马行九有什么密会 如果没有密会 你家截止截孙好不好 不要脸啊 他哪有密会 那个二三十个人 前藏录音就只有碰面那一次 要签约之前 人家礼貌性来拜会市长 结果 你看绿色的阵营每个人讲 哎呀密会啊怎么样 那如果没有密会 你们讲的人都截止截孙 死不要脸啊 今天台湾社会就是这些 都是媒体跟司法在运作 各位你长期听小董节目 我在广播讲了十年 我最痛恨的就是媒体 每天爆政治人物 爆立社政治人物大腿 司法同样不堪 就像我讲的啊 你跟蔡英文去访问你们媒体在干什么 你们媒体在跑什么新闻啊 说哎呀 这个菜单是怎么样怎么样 里面有名虾有松露 有没有羞耻心啊 今天台湾媒体搞成这样 然后马上九了 马上九是蓝色的 代表人物好 密会赵成雄 请问一下什么叫密会 现场赵成雄 代他公司所有的干部 马上九也代他主要干部 两个人最后要签列之前会一次变 这是正常的啊 整个签列工程 有怎么样 所以你今天看到台湾 的司法都是这样 我们其实整个台湾司法 你看蔡振元被收押这么久 蔡振元有必要押这么久吗 没有 我要你你来咬马上九 我就是要你咬马上九 你要咬是说所有坏蛋都是马上九 我的中影案 那这钱的流向说备马上九拿去 你最好这样咬 这样检察官就会放你出来 我讲的就是这么直接了当 台湾司法就是这么不堪啊 所以你看 你如果看昨天后今天的新闻 你看 韩国有个偷窃的人 到民进党党部偷窃了九万 现在已经压他三个多月了 每天哭哭啼啼 一求死怎么样 各位你在中华民国看过哪一个小偷 被被因此收押这么久 因为你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能去偷我们 法院 我们检察官 的老板 蔡英文的家 就怎么回事啊 他如果去偷国民囊的 中央党部他会这样吗 各位你今天看到台湾的司法 为什么我小董每天在那边讲司法 都痛心疾首 而且非常的不屑啊 台湾 有法官有检察官 正值的吗 有 不都 法官多数是口官 你有时候讲这人我真的很不堪 我讲的案例绝对是 大家都可以在网路上找得到 在司法院的系统里面都可以找得到判决书 或者起诉书 你来看他的合理跟不合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李文中说吴敦义 跟江青娘 大家看江青娘为什么要被收 说江青娘 在草屯農会 用人头贷了多少钱 江青娘去 他是小潘潘的老公啊 我承认 有啊我有贷款啊 我贷这么久 钱已经带走那么久了 我有没有哪一期的利息扫缴 没有啊 我每一期都 都照缴啊 我还得出来啊 现在全国所有的金融机构啊 譬如说我今天上午 我光在那边停摩托车啊 就有两个人 要我贷款啊 一家甚至是板桥信用合作社 这是正午的啊 哪有你看 就 希望我去贷款啊 现在的银行啊 我讲喔 或者尤其他的钱都太多 都巴不得人家去贷啊 这个我们的油脂过剩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说 当然很多媒体都会促销 我是三不五时就会借到 我们银行啊 真的都是大银行喔 不是小银行 打电话有小姐 哎呀你要不要贷款啊 或怎么样啊 都拜托你来贷款 江青娘去贷款 哎你草顿朗为什么可以贷给他 哎他有担保品啊 他带了他 已经这么久了 他每一期的利息都照搅啊 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要针对江青娘 这个人过去杀死 杀过人 黑道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干嘛 他跟蓝营的政治人物关系良好 草屯 蓝头 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叫做吴敦毅 所以我就要讲你吴敦毅啊 对不对 我要跟你谋一谋啊 我们的司法就在这样啊 各位你看到台湾的司法 你有哪一样你会看得起 台湾司法就是这样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样 因为 因为 八个字啊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所以你看到了 李文中 民进长 新潮流的大将 现在退伍会的 副主委 栽账吴敦毅说 吴敦毅跟江青娘到海外去 两个在喬杀死 結果李文中被判无罪 有没有专计 没有 用想象的 江青娘有没有在坐杀死 我不知道 吴敦毅肯定是没有的 可是我一定要这样讲你 然后你们就是黑道 跟政治人物挂钩 我又要讲这样 李文中你弄错了啦 我告诉你 做杀死生意是法官啊 当然法官在做杀死生意嘛 怎么样你咬我去告我 法官你去告我 跟我查出你名字 我就讲出你名字啊 你就在做杀死啊 小童你栽账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哪有栽账你 我没有栽账你啊 李文中栽账吴敦毅判无罪 你去告我看看啊 我就拿你的判决书 来做答辩书啊 各位 我们的法官 碰到立社政治人物 每个人都 跪下去 吻人家的脚趾头 你今天栽账一个人 人的名义是这样 你今天起诉一个人 人的名义是这样 人家要为了他的清白去混战 最后他被判无罪了 检察官没事啊 笑咪咪了 已经升官了 已经升主任检察官 甚至检察长了 我告诉你都是这样 所以起诉马航酒的那些人 那些检察官一审都输了 台北地权署派六个人 里面有两个主任检察官 他们起诉马航酒好开心喔 哇 对不对 我知道你在听啦 周世怡主任检察官 我也知道你在听啦 陈家秀主任检察官 还有你们还有四个检察官 叫梁光宗 叫邓巧玲 叫曾阳玲 叫刘怡婷 你们起诉马航酒了 把他讲得很不堪 结果他一审无罪了 如果接下来继续无罪 你们已经升官了 我知道啊 那你们怎么对你的小孩 我请教你怎么去对你的儿女 我把一个清白的人起诉 我升官了 结果最后他是判无罪啊 用法律要经过三审啊 他判无罪 我官已经升了咧 各位朋友 今天台湾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大家在比全力嘛 国民党全力最弱 马航酒手上抓一堆全力 不敢用 这个人就是绑手绑脚嘛 结果你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做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台湾的情况 看得真是非常的不堪啊 我真的讲 我平常喔 对于其他行业的我都尊敬啊 新闻媒体从业人员 华丽的 我不太尊敬啊 我觉得他们手上握很大潜力 可是他们效忠一个对象 效忠一个政治 绿色的政治 民进党的政治 台联的政治 时代力量的政治 就是台独的政治 他们心中是在效忠这个啊 啊有没有是非 没有是非啊 有几个警察啊 他知道有一个烟毒患有枪啊 跟黑道有关系啊 就冲进去 把他制服了 制服那个烟毒患 旁边还有一个朋友 这警察啊 跟他讲 你喔 你还有枪啦 我不要只拿你的毒品啦 你手上还有枪我知道啦 对不对 你去 两个给你两个钟头把枪给我弄出来 给我拿出来 你朋友就在这里作证 结果烟毒患 好好好就去了 去找了 不到两个钟头真的把枪找到了 拿回来 回来隔了几年啊 在判决书里面有人看到了 哎呀这个警察怎么可以这样 前天把这一群警察通通起诉了 而且判有罪了 前几天法官都把他们判有罪了 法官讲啊 你警察啊 扣住人家的朋友 这个朋友也是个烟毒患 因为都有 都有记录嘛 你这个啊 怎么可以呢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鲁人乐俗啊 警察怎么可以鲁人乐俗 通通判有罪哦 各位 这是 昨天跟今天的新闻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这个 这个 这个警察 大家讲说 警察怎么会被法官这样呢 对不对 那 法官是不是对警察有什么成见呢 我有时候看这些新闻 我真的跟各位朋友讲 其实喔 法官对警察是有一些成见的 可是 有时候你这种成见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因为法官握的权力很大嘛 这是这两天重大的新闻 大家都没有看到什么叫人钱 大家讲说哎呀 法官重视人钱啊 警察怎么可以这样 好 我觉得 法官可能是觉得自己很重视人钱 把警察通通判有罪哦 这个当然还可以上诉啊 这是 这是这一两天最重大的新闻 好 那我讲呢 如果这个叫做鲁人乐俗 又警察说 他的朋友留在那边是自厌的啊 那 如果这个叫鲁人乐俗 等于说公务人员 你用你的权力 那我举一个案例 我举一个案例 举一个案例喔 中医师叫做吴明珠啊 很有名吧 很多女孩子不应找他 很多艺人啊 名牌的艺人找他 怀孕了 所以 宣传出来他就 中医数非常高明 吴明珠 有一天啊 我们 国税级的一个税务员叫杨儒欣 儒家法家道家的儒 欣呢是一个日字旁 摘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杨儒欣啊 就上去 上去 查那个查税资料 特别针对他 你这么有名啊 看你的财税资料 哇 赚那么多钱 赚多钱的人一定会逃漏税 就打电话去他 中医诊所 他老公就接了 所以找吴明珠 我是国税局 怎么回事啊 你逃漏税 你的资料都在我手上 那怎么判 每个人都害怕 是不是自己拿一条税没报到 被认为是漏税 对不对 我也会啊 我们有时候 外面通过那么多 你有一条没有报到 你就可能是被他认为逃漏税 逃漏税 逃漏税就要中法 可能要把你送法院啊 对不对 所以你会害怕 那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先谈一谈 杨儒欣就找吴明珠的老公谈一谈 外面他自己指定日本高级料理 一克好几千块的 两个人在那边吃 就资料拿出来 我国税局的 证件在这里 对不对 你的资料在这里 你看 他老公当然了解吴明珠的水一看 你这个逃漏税什么都严重 所以你要交给我几百万 哇 吴明珠先生回去很紧张啊 回去告诉吴明珠 然后 对方隔两天又打电话来 怎么样 考虑好没有 我们再一个时间见面 又吃高级日本料理 然后又讲 讲一讲 要不然你觉得这个钱太高 我可以列为降一降 降个少一点 也是几百万 吴明珠想一想不对 就是跟调查局报了 报了以后 第三次要交钱 抓到了 杨如新 政大高财生啊 结果呢 当然 人账即后啊 所有东西因为都录音啊 送办了 结果最后 最后定验的结局是什么 杨如新判缓刑 回去狗税局上班 三个法官呢 我一定要公布他名字啊 我一定要公布他名字啊 不然我讲了半天就没有意义了 你知道吗 你只知道我们 司法的情况 我一定要公布他名字 他叫廖文怡 文呢 廖当然大家都知道 廖天丁的廖 文呢 回文森的文 怡呢 陈姓怡的怡 这是法官的名字 一个叫邱莲华 邱是由耳朵旁的邱 莲华的脸 中华的华 各位朋友 一个叫吴立英 三个都是女生啊 美丽的立 英雄的英 我为什么一定要公布名字 我觉得大家就来指教嘛 大家就来指教啊 合理吗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恋俗 他没有掳人 他拿了一堆资料去恋俗 有没有 有啊 他有没有罪 没罪啊 他缓刑不用坐牢啊 形同没罪啊 可不可恶 很可恶啊 很可恶 还可以缓刑 还可以回去上班 这什么司法 各位 我请教一下什么司法 法官为什么要这样判 我告诉你 中华民国的很多机关 大家都握有很多你我个人的资料 你们不知道而已啊 我这资料随时可以拿出来用 法官 你敢判我有罪吗 判我们国税级的人有罪吗 过几天可能网络后呢 你去流传一问 廖文宜法官喔 他其实有多少收入 他其实哪里还秘密有什么样的那个 对不对 邱连华法官可能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大家互相害怕 你的人马我放你 我知道你们手上有我资料 你也不要报我的东西 变成大家互相在牵制你知道吗 各位我讲这个 其实很深层的悲哀 因为这些人 我刚讲半天所有这些人 我通通不认识 但是各位朋友 你今天看到了 台湾的司法是公道吗 你要看他的政治位 我刚刚讲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政治位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哪资料去勒俗 警察呢 警察说你这是掳人勒俗 我哪有掳人啊 我去讲你有 好 那警察通通被判刑啦 今天警察被讲 你们就是把人家的朋友扣在那里 叫他去找枪啊 对不对 那这个不是路人勒俗吗 那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各位在媒体看到的 他是桃园龟山分级的习姓小队长 郭姓庄姓跟业姓侦查所四个刑警 他们这个刑警被判多久 四个月三个月的徒刑 而且不可一颗罚金 什么叫不可一颗罚金 就是我判你四月徒刑 你就进去坐牢做四个月 警察 警察 你到监狱去做四个月 不可一颗罚金啊 法官这样判决啊 那怎么样 因为你是警察我讨厌你 各位朋友 你看到这些东西 有没有悲哀 司法 全台湾唯一可以听的节目就是小董 不是不在那些跑司法的人身上 跑司法的记者 他们的老板他们的家人 可能平常要去司法那边去关收 要跟法官要跟警察官维持好交情 所以他们不写法官名字 他们告诉你 这个判决 桃园地宴 判决 侦查者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人写出法官名字 桃园地宴哪个法官啊 你告诉我啊 我们来请教他 为什么桃园地宴 会表示呢 他是一栋建筑啊 他怎么会表示呢 应该是这个法官表示啊 说这是鲁人乐俗啊 法官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没有记者敢写 你们是跟法官什么关系啊 讲出来听听嘛 那他们也要培养关系 他告诉你 什么侦查者啊 对不对 徐姓小队长啊 你也不晓得是谁 警察如果被法官这样判刑很丢脸啊 哎呀你看记者帮我保持颜面 徐姓小队长 郭姓庄姓业姓侦查者 哎呀没有人知道是谁 然后警察颜面也被保住了 法官颜面也被保住了 记者两边讨好 啊将来呢 将来我要是有什么事情 哎呀这个这个警察 你看我那时候这个案子这么大 我没有写你名字哦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小孩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哦 你小孩子可能说我爸爸在 在桃园分级当警察级耶 要再当 对不对当小队长都神气有枪呢 哇小朋友好羡慕哦 晚上打开电视 这个不是你爸爸了吗 这个名字不是你爸爸吗 你就很丢脸嘛 但是我们记者帮你保持颜面 我们只告诉你徐姓小队长 勾姓侦查者什么什么 哎呀每个人颜面保住了 法官 法官也保住了 因为法官没有名字 没有办法被小董骂嘛 小董一定很K这种法官嘛 对不对 然后记者两边都讨好都赢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现状你知道吗 各位你知道什么叫施法 我们现在施法就是这样啊 所以每个人各自用自己手上的资源 我如果叫杨卢勋 我手上的资源 我就可以去勒手吴明珠 中医师这么有钱 可是最后我判无罪啊 我判不用坐牢返刑啊 对不对 因为我手上有仇嘛 法官也知道我有筹码 所以我们通通缓刑啊 各位你今天看到了 台湾这个社会 每个手上有一点点权力的人 只要你能够用这个权力 掌握某些资料 某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是最大 等一下回来我们讲其他相关话题 不然回到小董真新闻 小董这真心话 讲的当然就是真的新闻啊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讲真的我才能评论 我跟其他名嘴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讲的都是真的 我的评论你不一定同意 但是新闻本身是真的 然后我就要来分析 譬如说李树德被求刑十年 那当然他的关键在于说 我目标是马英九 蔡震言被收押了三个多月 关键是我要你供出就是马英九 要咬马英九 各位政治就是这样啊 所以对很多事情喔 我有时候讲把事情看一眼 但台湾它不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因为我们台湾都受媒体影响嘛 媒体血 你看蔡英文哎呀都风光都怎么样 对不对 媒体 媒体就跟总统是一伙的 那他叫什么媒体 媒体 还一个传统媒体 网路 你看 有个垃圾网站叫PTT啊 里面多数的人是垃圾 我多数啊 我素来瞧不起 因为里面的言论就充满了偏颇 说当机喔 每个人哎呀日子怎么够 看了哈哈大笑 我不是幸灾乐祸 你没有其他事情做吗 你一定要每天在上面 酸别人讲别人摘账别人吗 对不对 都在上面讲啊 别让圣文不开心啊 怎么样怎么样 假的 哎呀连圣文喔 跟克文哲嫌疾 既然 碑类到人家的竞争总部装窃听去 假的 各位 今天台湾社会就是 讲的东西都是假的 只有小董 小董 我讲的东西 真心话 因为讲的是真心文啊 对不对 我举一个 简单小小的例子 立法院昨天在执行 有人讲 台湾省制议会怎么还存在呢 过去马政府实在是天天被骂 对不对 台湾 台湾省87年动省了以后 省政府还在 省制议会也还在啊 省主席在 省制议会的议长也还在 现在二十年了 现在一百零七年了 现在预算在立法院 要进入二十一年的预算啊 昨天有人就问 支议长 他叫郑永金啊 原来的新竹县的县长 过去国民党新竹的县长 现在当然是代强投靠到民进党 他儿子在民进党中央党部 当主任啊 这些这些政治人物 反正我输来看不起 但是我要讲 记者我更看不起 因为政治人物本来 就是坏得多嘛 记者是我同行啊 老实讲多数的记者 以现在的表现 我也看不起啊 对不对 你跟蔡英文去采访 你只会说 哎呀 上面有名瞎有松露 现在的在立法院 摆在你前面 立法院啊 每个记者 听到的采访到的东西都一样 因为他在背询台嘛 人家问郑永君 啊你们制议会 你们台湾省的制议会 怎么还编这么多预算 两亿四千万啊 这你们都没有作用啦 郑永君说 有啊我们同仁 办完事情很辛苦哦 我都看他们 在我们的中兴新村 里面啊 减树枝好辛苦 我都很不舍 各位 我讲的是引述他的话 我都很不舍 哎呀这 直接立委哦 因为民进党为主 民进党购办署 民党哎呀 郑永君已经投校我们民进党 小三 三合207万 两亿四千万 三合207万 表示我们有三啊 各位 我讲的 这新闻很好笑吧 我们省之一会的同仁都在减树枝 我很不舍 这个绝对是个标题 如果是马政府 而且可能就头版大家来嘲笑嘛 对不对 省都动了还有省 等于说 台湾省都动了还有省议会 是 而且每年花两亿四千万 对不对 然后小三207万 你们民进党过去讲的都难听 现在既然就放水了 而且最主要就是这个对话太好笑了 同仁都在减树枝 但是我感到不舍 你有看到媒体今天怎么报道吗 我好像都看不太到 各位 各位 我今天讲的 我今天就在讲媒体 立法委员本来就是不要脸 不用讲了 对不对 包庇民进党 他们过去讲的多么难听 多么怎么样 现在有大山吗 没有 你不是要动水吗 没有 这个不是盲藏单位 垃圾单位吗 你们过去不这样讲吗 没有 怎么嘴脸都全部变了 可是我们今天媒体 你对这种新闻 大家无感 为什么无感 因为他是民进党 今天如果马上就还在当总统 这个省议会的议长 对不对 他可能 因为通常就是一个明显首长出来 可能叫林振泽 大家一定笑死 怎么会有这种人 对不对 可能叫刘振宏 你看你看 哎呀 不一样啊 我们媒体有什么中立 有什么公正吗 没有 所以你在台湾看这些东西 就很好笑 郑永津 郑永津15年前退的时候 他要保起他的人马上去 结果呢 国民党推派的人叫邱靖淳 邱靖淳 七年前 跟郑永津的人马对选 郑永津这个人马 叫张碧琴 我也认识 他是新竹县议会的议长 人其实很不错 那国民党提名了邱靖淳 郑永津就推出张碧琴出来选 结果呢 张碧琴露选 露选以后邱靖淳是现任立委 结果他那个职务 那个立委要补选 国民党就是说 给郑永津一个交代 所以就提名郑永津的弟弟 叫郑永唐 唐就是 就是我们厅堂啊 堂皇的堂啊 厅堂的堂 中正堂的堂 中山堂的堂 结果跟民进党的彭少警戒 结果前党之力输了 因为那是一党补选 大家结果说 哇 郑永津还要包山包海 郑永津很气 认为国民党没有全力补选 所以呢 此后每一场选战他都出来啊 包括去年的 立委选举他都出来 跟国民党对干 那他当然都是漏选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些漏选 让郑永清更气啊 觉得说好像国民党对不起他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非常好笑 就国民党喔 为什么都 弄不开这些派系 这些派系里面也没有国民党 他们就是 对这些东西都是包山包海 陈明文也是一样 陈明文过去在国民党里面 是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到民党 哇 每天批国民党 批得好像国民党 都要对不起他 陈建廉也一样 他女儿叫陈盈啊 原住民的 他从县议员一直做 到国民党给他当台中县长 然后当立委 什么都当过 结果阿扁当总统 马上去投靠了 然后开始讲国民党 都不好都怎么样 国民党都不好 那你以前跟他二三十年 在那边吃香喝辣 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 我有时候看了 我就对政治人物 很多政治人物 媒体报道跟我所了解的 我就完全没办法接受 你知道这真的就是这样啊 然后我刚讲郑永棠 郑永棠露选了以后 媒体写什么 媒体把他写 你看郑家的大势已去啊 写我都记得那个标题 那些标题啊 大势已去 勇然翻身 没有啊 人家去投靠民进党就翻身啊 各位 对不对 有时候讲 这些喔 因为台湾的政治 我是蛮熟悉的 包括所有的地方政府 怎么弄 我最近看很多人在写 陈明文跟彰化罐 我看了哈哈大笑 不是这样的 里面很多东西是错的 当然有些东西是对的 但里面很多东西是错的 那我就懒得讲 为什么 我也懒得写 因为我写了以后 好像 人家地方的记者 会觉得你老过去 你怎么样 不是 是你们跟这些真正人物太亲密 已经看不清楚真相了 看不清楚真相啊 譬如我讲一个新闻 请各位等一下 我建广告你上网 有一个导演叫陈慧武 慧是恩慧的慧 武功的武 文武 陈慧武导演 你写陈慧武 他前几天去拍照啊 拍到高雄的 桃园乡 桃园乡在山上很偏僻啊 我以前在那边采访好几天 都住那里 真的非常偏僻 我是骑野狼机车在那边 跑来跑去啊 结果呢 因为现在大家比较进步 有空拍机 以前没有嘛 他就用空拍机去拍那个学校啊 结果发现那个学校 是在咸崖峭壁上 这个就摊下去 整个学校都下去了 里面还有学生 所以你打陈慧武 这个学校叫什么呢 叫星中国小 小国中心倒过来 星中国小 你只要打陈慧武 星中国小 你就会看到那张照片 那个学校老实讲 来自大台风 有个椅就冲下来了 就下来了 就死光了 我真的就这样讲 那教育集啊 高雄教育集 哎呀我们现在正在 赶快诊建了 要把它弄好啊 怎么怎么 这种学校老实讲 你如果看到那张照片 你第一个练头 怎么还让人家在这边上课 应该赶快签到某个地方才对 即使是临时建筑都应该签 因为上面是小朋友 你知道吗 你说等我们修好 就可以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过两天 来的台风 不会带来大好雨 把这里冲下来 你怎么保证 没有人能够保证啊 你就只能先离开他 避开他嘛 可是各位朋友 我要讲媒体了 有人去问陈吉吗 高雄是幸福城市 不是这样每天在吹牛吗 学校说 因为我们都 就好像经费也不太够啊 或怎么样啊 我讲 你们这些人在干嘛 你们在诊建 这诊建什么 这学校都已经在咸崖峭壁上了 再来一个大风雨 绝对整个摊下去 而且那是一个咸崖峭壁 几百公尺 下去还有人有活命吗 这个是常识啊 有没有人去问陈吉 幸福城市 你那高雄的记者在干嘛 全国的媒体你在干嘛 我当然知道 民进党的地方政府 对媒体非常好 对记者也是非常好 可是我们可以 眼睁睁的看了这些事情 因为媒体的不中立 然后这事情就没有过去吗 就给他 大家就 忽悠就不见了 各位我要进广告了 陈慧武 星中国小 马上回来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有时候 你要多听多看 然后了解很多事情 我为什么这样讲 蔡英文现在 到国外去访问 当然大家报道 他在途经夏威夷 然后媒体就报道 哎呀夏威夷啊 你看这边 哇对他多好啊 当然因为蔡英文 名为到我们三个邦交国 其实最主要是要去美国 去捞一捞 会见美国一些人 那这一趟叫做行亲之礼吗 不是 这一趟叫做金火之礼 其实我是要来 告诉这些美国人 我跟你们买金火 金购的钱 我会更多 对不对 我每年至少让他成长 2%跟3% 这是蔡英文承诺的嘛 让美国人开心嘛 因为美国人就是靠金火商起家的 美国人鼓励各国 自己最好打内战 你们打仗就要来跟我买武器 美国人意向这样啊 美国人在全球来讲 他在我小董看法 他是一个很卑劣的国家 这是一个畜生的国家 我真的这样讲 用这个来赚武器 然后武器就赚了很多钱啊 蔡英文去啊 我们国内很多媒体你看 哇 夏威夷的报纸都 把蔡总统放在第一版了 内容是什么 我上个礼拜我就讲啊 内容是什么 蔡英文比川普还先到夏威夷啊 因为川普这几天也要到 到亚洲来 又要去废议习近平嘛 对不对 也会到亚洲来 蔡英文比川普还先到夏威夷 哇标题好厉害喔 中华民国的蔡总统 好了不起喔 比川普还行 这是什么标题 然后照片放很大 我就认真看一下报纸 我说一个人有时候都看一下 这报纸叫 Star Elevatis 我可能 因为我本来 国语跟英文 我发音不会很准 Star当然就是星星嘛 Starbuck星星嘛 对不对 星巴克嘛 Elevatis是什么呢 A D V O R T I S E 我为什么特别要拼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发音 不一定会很准 可是这个字我认识啊 这个字叫做广告啊 星广告 这是一家报纸吗 可能也是啦 那 那为什么 原来旁边有台桥啊 当然支持独派的台桥 买了蔡总统 欢迎蔡总统来大广告 再配上这个媒体 的头版头 各位 我不敢讲我是内行人 一般民众都知道 这个就叫做业配啦 你买我广告 我再送你一个新闻 灯头版 你钱给的够多 我标题就越好 各位 台湾媒体已经在搞这个了 在夏威夷 其实也不妨都让 各位如果不相信我 刚刚为什么要让你去找 A D V O R T I S E 这家报纸叫Star Advertis 那 那它是一个专门在 那广告的报纸嘛 上一趟蔡英文 她到美国 结果警车开到 很多朋友说 你看人家美国多重视 我听了笑一笑 我不好意思拆穿啊 美国可以警车帮你开到 你要付钱 我跟你保证 那就是付钱的 你付多少钱 我就多少辆 机车出来开到 50辆就多少价 你讲 我为什么看不起美国 你知道吗 它就是一个完全商业 完全公立的社会 政府的警察都可以开 最好的机车来帮你开到 收钱 公开收钱 放入市库 不是警察自己说做 政府可以 可以把这种 这种代表权力的东西把它卖掉 可以 那当然啦 我讲这个 我也不知道讲蔡英文那个 的什么是非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要去夏威夷 他其实如果要去所罗门 这三个国家 走关岛是比较近的 因为他说我半途要加油 可以 那你去关岛加油比较近 关岛是美国偷管的 不要 因为我要多去一个地方 我要去夏威夷 回城我再去关岛 那关岛我要去加油 他表明说我要加油 其实是要见某些人 这样我们蔡总统都走了多少公里 你知道吗 小总算过了 6782公里 半个地球 花多少油钱 我也不好意思讲 因为你自己算得出来 原来我们蔡总统去故意要绕远路 因为他见某些人 要去告诉人家金火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很多新闻不讲你不知道 讲了也有发现说 小董你讲有道理 我当然讲的是对的 因为你可以上网去查 但是台湾很多媒体 因为对民进党的高度友善 所以你会发现说 那他们很多 其实记者看到的东西 他不讲 他就放过 可是各位朋友 你如果想一想看 那如果是马英九呢 如果是马英九 有记者会这样吗 当然不会 台湾的媒体八成以上轻利 对不对 台湾的施法 当然也是八九成轻利 如果是法界 那是九成五轻利 法界就是包括法官检察官 大学的法律教授跟律师 这些是九成五是轻利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东西 你看的会很好笑 跟蔡英文去的人是谁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他叫孤宽明 孤宽明在所罗门做生意 跟谁做生意 跟中国共产党做生意 每天讲台独 他还帮 大陆人在那边开什么 开尾夷工厂 因为他有尾钓船 孤宽明是做尾钓船 沿洋遗传的 所以他 大家看这个 是啊 所以他昨天出来讲话 总统有人一直拔推 不要让他讲话 为什么 因为可能记者会讲出一些敏感的问题 郭宽明在 在六年前 曾经跟蔡英文 参想过民进党主席 结果落败了 但是郭宽明是民进党大金主 大家都很清楚 那他又喜欢讲话 九十一岁了 记者讲一讲 他可能会 会讲出 对不对问他说 民进党赖清德 郭宽明本来 要推赖清德在去年这一场选举 推赖清德出来选总统 他认为蔡英文不好 第一个他穿裙子 第二个蔡英文 没有像 赖清德对台独那么了解 可是 为什么要把 郭宽明藏起来 因为怕记者去问他 你的爱徒 赖清德院长已经说了 台湾 不会宣布台独 不会举办台独公投 请问郭宽明 郭大佬你有何看法 他们怕记者突然 拿一根筋不对就去问嘛 所以赶快把他推过 一直把他推开 不让 不让郭宽明讲话 把他笑音 把他藏起来 我有时候看 台湾的新闻 有没有人在注意啊 那我们就呼嚨了 我们就只激到明瞎跟松露 今天谢谢你收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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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